接着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资深艺人八哥 他因为胰障癌病逝 享受是67岁 那今天呢是灵堂开放 许多亲友都有纷纷前往悼念 那他的二嫂在受访时也有表示了 八哥其实走得很安详 没有任何遗愿 因为他是佛教 我们用佛教的方式 所以应该是 等一下师父会来念经 佛光山的师兄会来帮忙 所以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没有什么 我们就征照佛教的仪式 一切崇柬 他是火葬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 还没有看好这一帮 因为没有想得这么快 好八哥因为这个仪仗来病逝 那他的灵堂呢 今天是第一天的开放 那其实有不少的亲友都有到 就是现场去悼念 包括了他的土地真国成 也是一早呢就来到了现场 那他是待了50分钟 那这个八天之内呢 因为他的好友明金城 还有这个师父八哥呢 都是相继的离世 他也觉得非常的难过 直呼说人生真的好无力 因为我在送走大之后 这个感觉实在 觉得好人生实在 好无力感 八大哥跟方方姐也算是我 这个几乎是我退伍认识的 很重要的 影响过很多的一对主持的贵人 那八大哥当然也非常谢谢他呢 最后也让我透过他的关系 也加入了这个优势生命协会 他对我影响真的蛮大的 蛮多的 他 他不仅是热心 他不仅善良 很幽默 很锐心 他有太多太多 很棒的一个 态度 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非常非常地 不真实 刚刚在里面其实好不真实 我现在还要理解一下 为什么他在这么紧密的一个追踪治疗会 会反而让他的 他的状况没有被控制好 我想要再了解一下 八哥的遗照现在也曝光了 也就是荧幕上的这张照片 家人也有说会形容这张照片 是因为觉得八哥看起来温暖又乐观 八哥的灵堂设置在励志神明会馆 今天开放让亲友前往悼念 灵堂是以白色花海布置 遗照部分 家属之后选出这张 颤笑照作为遗照 家属说看到这张照片 觉得很温暖很乐观 很有八哥先生在世的风格 决定后才决定用这一张照片 而原本传出告别式将在3月3号举办 如今改成2月25号举行 其实在八哥之后的日子里 他的大多数的家人都是陪伴在他的身旁 那他其实也留下了一句遗言 是逼哭了他的家人 他说我先去陪妈妈 你们慢慢来 八哥在2021年9月诊断出胰脏癌 平时都有定期检查 但没想到事情会发生的这么快 而他在得知离癌后 唯独不希望他的二哥八剑知道 因为怕八剑的身体无法承受 当八剑知道后是大痛哭 还骂了他一顿 那八哥即使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 但还是看得非常开 笑说我先去陪妈妈 你们慢慢来 那其实最后有发生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就是八哥的两个女儿 赶到医院想去见爸爸最后一面 没想到被医院挡在门口 为什么 因为医院说他们为了要遵循这个防疫的规定 没有办法让他们进去 那他们最后只能靠视讯跟爸爸告别 八哥临终前二子和长子已经在病房里面 晚一步抵达医院的女儿 却硬生生遭到警卫揽得下来 只能留在门口 最后是透过开视讯向爸爸告别 面对八哥家属所言 常跟医院表示在疫情期间 家属到医院探病或是陪病 一切都得依照指挥中心的相关规定 若是遇到如病患最终的紧急状况 院方会站在关怀的角度 给予协助以及帮忙 好那八哥呢 其实他在这个演艺界发光发热了60年 是 所以呢他在这个圈子里面 人员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传出这个离开的消息 其实不少人都非常的难过 其中呢像是跟他有过深交的金钟弑帝 夏静庭呢 他就提到说 嗯这个之前 因为他因为毒品案遭捕的时候 也是八哥出面替他交报的 夏静庭透过脸书回忆起 八哥意气相挺的往事 坦言当年涉嫌枪械毒品案时 就是八哥拿着保释金出面保他出来的 而夏静庭和八哥两个人 是因为戏剧结识的 曾有过多次的合作 包括是强棒初级 女丑剧场 或是邮猜总是暗对龄等等 有感而发写下说 八大哥是一个对人非常重情重义的前辈 好那其实呢有不少人可能也会以为 这个八玉可能是跟八哥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那个性比较少见对不对 对这个性比较少见 那其实这个八哥的大女儿有表示说 这个一家人哭完之后呢 他们就突然脑中有一个问题 就说会不会八玉现在有收到了非常多 可能请他解爱顺便的这个讯息 那么呢他也是独特的这个八式幽默 让网友就觉得会心一笑 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这个可能 那对此呢 八玉呢也有在脸书上写下回应 八哥大女儿八云透露 会有这个疑问 是因为当初谷歌搜寻爸爸的时候 都会出现八玉 那引来不少人表示说 其实呢我也曾经搞混过 我也怀疑过说 这个八玉跟八哥是不是有关系呢 那八玉也回应了 因为一直以来自己的姓氏比较特别 常会被误以为是八哥的女儿 那两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他依然非常的感伤地表示 如今贾爸爸离开了 我心中非常的不舍 那也谢谢贾姐妹八云 哀伤之余呢还能够幽默 最后更表示 想必这个八叔叔一定走得满足又安详 你们一定有好好的说再见 接着呢带大家看到 其实有说嘛 八哥他的演艺却待了60年 对非常的发光发热 他呢其实有得过三注的金钟奖 不论他在主持或是众议圈的成绩 都非常好 但是你知道吗 八哥其实是台湾第一个 进军好莱坞的同心哦 八哥过去接受幸福空间访问 透露在家中排行老五 踏入演艺圈是因为大十岁的二姐很爱看电影 被二姐报名儿童剧团 从此是以同心出道 而电影呢 曾善美美国导演 1996年来台拍摄电影《圣保罗炮艇》 那时他才12岁 在片中扮演着卖鸟的小孩 并且和男主角有对手戏 因此成为台湾第一个演好莱坞电影的同心 对手 距离 Canadians